7月31日 二十时三十分许 吴京西藏总队训练基地预备特战队 举行第二届健美之心屏蔽活动 近千名官兵双手挥动闪烁的荧光棒 为台上50位展示健美与力量的战友加油喝彩 他们以时尚十足的别样星光 闪耀高原军营 共请八一建军节 我们部队在高原 我们希望更多的和时尚接轨 在我们平时各种军事训练科目完成的基础之上 能有一个常见的体魄 有一个良好的气质和形象 95后的唐志阳是江苏海安人 他曾在北京服役两年后 于2016年9月退伍 次年9月他再一次选择入伍 来到驻守雪域高原的吴京西藏总队 机动第二支队 并出色完成数项大型安保维稳任务 现作为该总队训练基地预备特战队员 参加特战集训 据了解 预备特战队集训于2019年3月19日正式开训 至今近5个月以来 唐志阳为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特战队员 和为自己的强军梦奋斗不止 唐志阳来到西藏近两年以来 他把自己从一个虚胖的小伙子练成了满身肌肉的准特战精兵 在此次健美之星屏比活动中 他更是从50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冠军 据悉 为了在此次评比活动中出色表现 参赛选手经过近5个月的锻炼 成就了他们一身的健美 作为一个21世纪的青年 英证入伍 在这个强军时期 我们不管要做私有军人 更要做一个有血性 有肌肉的军人 预备特战队员蒋中航的母亲范红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进藏探亲 他在与儿子庆祝建军节的活动中 感受和见证了高原军营生活的多彩 和高原军人的朝气 我希望我的孩子 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 充满朝气 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军营里 能够快乐地成长 也能够在这样一个部队的锤炼下 成熟起来 健康地 去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完美 武警西藏总队训练基地 预备特战队大队长 戈敏介绍 举办此次活动 旨在为部队训练增添时尚元素 让军营文化与时尚接轨 同时提高官兵的训练热情 培养官兵敢于展示自我的精神 希望官兵们在强军路上 在人生历练中 能够勇往直前 永不懈怠 未经许自我的 未经许自我的 感谢观看